台積電效應帶動南部半導體產業群聚 位於高科技S郎帶正核心的男子高大特區 因為擁有優異的居住環境 以及近期各項建設力多 成為科技人移居高雄的最愛 預計將會是美術館特區之後的下一個富人區 台積電帶來的就業機會與人口紅利 帶動區域房市 從竹科、中科到南科 各區房價在台積電進駐後 借有大幅成長 以竹科為例成長超過3.7倍 中科成長高達4.3倍 南科也有1.6倍的增幅 台積電高雄廠第一座二奈米 預計在今年底完工 明年就會帶來量產 後續還會有第二座以及第三座 將會有4500名的就業人口 另外光寶科技也加碼投資男子科技園區 也將帶來5000的就業機會 大量的科技人才進駐 將會帶來自助的剛性需求 將過去的男子工業層變身成科技的黃金層 政府積極建構南台灣半導體S郎帶 從台南科學園區、陸竹科技園區、橋頭科學園區、南子科技園區 到人物科技園區、核發科技園區及亞灣創新園區 都是南部房市指標 我們房屋單價是可以預期會來到50幾萬 最近台積電第三座2奈米的廠環品已經通過了 未來預計還會有4-5個廠 那像之前竹科和南科都因為台積電的進駐而造成房價的上漲 那男子未來勢必一定是會超越竹科以及南科 除了台積電的加持之外 高大特區擁有的重劃區優勢以及完善的生活機能 北高雄捷運紫線、興建中的台17線南段等建設力多 先天優勢加上發展潛力 將高大特區打造成科技人的夢幻移居城 高大特區又擁有高雄大學以及藍田公園上萬坪的綠地環境 還有我們高大特區的學區也是相對完整 我們有了園中國小、中山高中以及高雄大學 那近期還有新色藍田雙語國小 那它預計在明年底會完工 以及我們藍田公園未來將改造成高雄最大的鹽田主題遊戲區 看好高大特區發展 台灣十大建商卯德建設 首次插旗高雄在左營海景第一排打造高大之森 星級飯店景觀宅 將為高大特區樹立新地標 推動國際海灣科技城成為台灣新細谷 三菱新聞網採訪報導 基本上次有系列